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今年连续遭遇了两起不幸的航空事件以后 正在努力的通过重组改革的方式来重振旗鼓 不过马航最近却因为在一个最新的形象广告中 使用了不恰当的用语表达而备受争议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报道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最近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 想去玩却不知去哪里的优惠广告标语 这个标语出来以后立刻受到猛烈的抨击 许多民众批评马航的广告用词缺乏敏感度 因为那会让人联想到马航MH17以及MH370事故 还有网民表示说谁都不会愿意搭乘不知道会去哪的航班 对此马航已经在前天撤下了这条广告 并对此事造成的影响致歉 与此同时马航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说 这个广告标语其实没有冒犯的意思 创意的初衷是为了启发旅客前往 曾未到过的地方游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